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剑脊月勾插 边剪锤抓 铲棍缩棒 拐子流星 什么带勾 带刺 带筋 带刀 带划 带链 拿过来我一样一样全能给它练了 卖了 卖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瞧这一家子 这一家子特别热闹 台上讲相声生活中也闲不住 大家好 欢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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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现场就特别热闹 我们这一幕叫瞧这一家子 这一家子太热闹了 对 我觉得而且很多人非常给我们面子 是第一次露面 一家子 所以我们先掌持有请第一组嘉宾是我们 长宝华老师 还有孙清军老师 请两位 两位 两位 两位好 来 老师 来 老师 来 来 往下走 我见到我们敬爱的观众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那就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那今天呢 特别高兴 瞧这一家子 然后我们好好来聊一下 好啊 好 来 走我们的会员果汁超级访问 两位请不客 在中国相省发展史上 长室相省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长室相省第一代 长连安 带领弟子及众多相省艺人 在北京西单创立了启明茶社 使相省从街头发展到室内剧场形式 长连安的儿子 长宝坤 长宝林 长宝庭 长宝华 长宝庆 长宝峰 都是著名的相省演员 在长室相省第二代中 长宝华的哥哥 一名小蘑菇的长宝坤 是长室家族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长宝坤 长宝坤四岁开始 随赴长连安外议 同声轻量 口齿凌厉 深受观众的喜爱 我知名的女师你先说 他第二说 我第三说 你乱绕 绕来绕去啊 要绕到这个张乌圣王 1931年 九岁的长宝坤在天津 拜乡生名家张绍晨 伟师 并在15岁时与赵佩如搭档 在当时 长宝坤和赵佩如家喻互相 小蘑菇这个名字 轰遍北京 天津 1951年4月 长宝坤在抗美援朝战场的前线 未被演出时 遭遇地基轰炸 不幸牺牲 1951年5月15日 天津市为长宝坤举行攻击 前往平调的各界代表和市民 多达三万多人 相省当时张守晨 悲愤难以 亲笔为弟子写下了沉痛的道子 同样作为长室相省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 长宝华自幼跟随父亲长连安 兄长长宝坤学义 九岁便登台表演 学习和引出过七十一段传统相声 老白宝 你这不是你拿 怎么样 今年七十 有那么大算是吗 你 六十八了 六十八 也没几年活头了 什么话这是 怎么样 我听说你还天天晚上熬硬啊 熬硬啊 那叫熬硬 我的创作 你瞧瞧熬得老眼昏花 怎么了 大眼贼似的了 大眼贼 欢迎欢迎 陈老师我们都很熟了 富老师 我一看您的三个字 富天真 我就想问 是一名吗 不是 我叫这一个名字 但如果放在现在这个年代 这三字 人说哎呀 装萌 你不敢 因为是那个天真 天真 可爱的天真 天真的就是天真活胖那两个 对对对 天真 不过我现在还是挺天真的 我还是不熟老 强老师您今年高瘦 停 猜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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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问一下 我问你小朋友 小朋友你猜一猜 猜猜爷爷年龄多大 我这小朋友 我先问你 你管我叫什么合适 我希望你管我叫哥哥 我管成人都叫哥哥了 叫爷爷就行 爷爷今年高瘦 你猜一下 有多大年岁 你猜猜这位叔叔年龄 猜一猜 八二女了 三十 你很会聊天 猜猜这姐姐年龄 随便 随便 但不说谎 来说实话孩子 输点难 我长得那么复杂吗 没有 她的意思我听懂了 您卸完妆长得这样我不知道 所以抽点难猜 谢谢啊 谢谢可爱的观众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陈老师您今年高手 我和我的老份 整整八十二岁 看到两位相遇摸走到今天 特别好 那你们是自由恋爱 还是怎么样认识的呢 我们怎么能自由恋爱呢 祝母给你们签的线 管得很严 那你们见过吗 也见过一面 见过一面 没说过一句话 互相看一看 还不知道是相亲的 男孩子长得又矮 我就拿他当一个药库的小徒弟 不是药库的小徒弟 因为当时我们家呢 虽然说是相声之家 但是呢 我父亲呢 这个脑子比较开化 就开了一个药房 我就在药房啊 给卖药啊 或者干点零碎活啊 他就以为我是药房的一个 你是小伙子 小伙子 您说的跟白痴赚一遍 女生白娘子就这么见了 对啊 那您第一次见这个 顾老师 什么印象呀 我觉得这小姑娘 长得还真好看 她看上我哪一点呢 我应该跟大家说 我是童星 十一岁我拍了一个电影 什么电影 锦绣歌诚 锦绣歌诚 跟着我就又拍了一个戏曲片 小花田拔醋 所以您的意思 人家见你还是一个粉丝追星的感觉 对对对 你见了一面 多长时间接了 一见钟情吧 那么就定下来 什么时候结婚 常老师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对 那傅老师 您是不是也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我没有 我的老伴 他一直呢 没有工作 为什么 因为孩子太多了 我是五个孩子 两男三女 最后我的外孙女呢 还要依靠他来给他抚养大 这样前后就六个孩子 但是也不能说一直没有工作 他干什么呢 砸外婆 他砸一个小孩的一个帽子 当公年帽子上有一朵花 绣花 绣花那么一个 多少钱呢 三分钱 十个就三毛 一百个就三块钱 我当时当了一个搬运工 我是五十七块三 所以说就装靠他 一天能够缝纫那么个三块五块 对 在那时候就已经对我来说是很大 养活一家的孩子 不得了 真不容易啊 当时是很苦的 后来呢 我那大儿子是先天性心脏病 对 小的时候 每半个月就发一次高烧 发病 他呢 经常下部队体验生活 当病 对 演出 所以这个后来孩子又多了 我只能为了不叫他分心吧 一心一意的照顾孩子照顾他 除了出演电影锦绣歌成外 作为当时相声名家常连安的儿子 常宝华受相声老前辈的熏陶和传授 达十年之久 他的师父便是相声太斗马三立 今天晚上十点不开始 十二年以后 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长 好 祝你成功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又好 也许行 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同志 同志 怎么要回来了 您说 我行吗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 我怕盯不住 架不住锻炼 锻炼哪 已经都这样了 这怎么锻炼呢 有钱 买备我 买棉帽他 有钱我就撑着 撑炸糕 行了 累了 吃肉饼 行啊 吃着 饿了吧 我看你饿了 来个烧饼先垫垫吧 烧饼 拿着烧饼 买一下 买一下 而长宝华的相声搭档中 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相声大师 侯宝林 我给他带到了二楼 我说给你买一双鞋吧 对 铁袋 咱们上个小事买去吧 干嘛 事的贵啊 在哪都一样 叫 消货员 你听说买鞋 拿过就去装了 来我大爷 吓一跳 是吗 干贵的 我们可就买一双了 迷门之后 名师之徒 长宝华在当时的相声圈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新二代 他和妻子傅天真结婚那天 更是出了一件稀奇事 两人婚礼被当时的报纸争相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结婚啊 当时结婚呢 在北京呢 是一件很轰动的事 说到现在绝对是标题 我们给做做了 超级头条 像是王子婚宴轰动经常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当时 长老师这婚接的 所有人都拉肚子 拉得乱七八糟的 在那个时候呢 跟现在一样 我们要找一个饭店啊 要为了省钱呢 最好是找厨师自己做 那个时候我们摆了多少桌 我的印象是几十桌 很巧妙的 有这个影视界的 像谢天了 很年轻的 再有老一辈的 我记得金少山金先生 那都参加了 哎呦 好多人都参加呀 可是发生这个变故呢 就在厨师上 厨师来了 说你们做多少客人呢 跟他一说这客人的人数 摆多少桌 好 我们承包吧 比如说两万四 又来了一个厨师 两万吧 他互相有个竞争啊 对 那么这两万四 跟这两万 都有那么大差距 那我们就何不找 便宜点的呢 找这两万 找这两万坏了 结果在做饭的时候啊 他动了点手脚 两万四那个动手脚 动手脚 就没力小张的动手脚 动手脚 你呛嚎 你把我这个饭碗子给呛过去了 行了 他在菜里边啊 割了一些拔豆 火 拉动了 太狠了 把这亲友们吃的是上吐下蟹 多生气啊这事 后来灯爆了 闹得满城风雨啊 那我们当时的娱乐新闻 又来了第二条 请看 新二代新婚之夜 风云突变 说你们新婚之夜 打打出手是吧 倒不是新婚之夜 对 就是过了一阵子了 就做媳妇 也得早起 晚睡 他们就是 每天在启明茶社 下园子回来 就得十二点多 很晚 夜里头 洗洗涮涮 还要吃夜宵 对 都完了以后 到我睡觉时 将近两点 一点多 但是我们晚上 还有个习惯 看点小人书 她呢看小人书 得开灯了 开灯我要睡不着 就是 我说你别看小人书了 快睡觉吧 那不行 我白天我没时间看 我就得晚上看 我说那不行 你吵我 叫我睡不着 就这样 吵起来喽 吵得厉害吗 就是你长 我也嚷 这样一嚷的话 让我爸爸听见了 我爸爸说 怎么着 刚结婚几天 就吵起来了 都回去睡觉了 这一声 回去以后一躺 走过来这么多年 我觉得有很多 感动的事情 听说傅老师 有着生病的时候 您是在旁边 天生照顾 各位可能不相信 十五天 受了十五经 眼看着手 当时我是得癌 做手术 每天一睁眼 就往医院跑 医院呢 非得到时间 才能进你 我说你别来了 那是2000年 也都七十岁的人了 我挺心疼他的 我呢 知道我是得的是癌 我们就是心照不宣 我装不知道 他们呢 也以为我不知道 所以互相的瞒着 我非常乐观 我觉得我一定能战胜 我一定能好起来 因为什么呢 有长老 这么疼爱我 这么照顾我 子女都挺孝顺 特别孝顺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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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其实我们还请到了 我们一家制当中的 另外两位 这两位又是谁呢 身份非同一般 对 他们足以能够爆料 在座的两位 是特别的恩爱 值得尊敬的 下面我们有请 下两位 神秘人物巨堂 张周婷 你好 来来来 这位酷似 长宝华的神秘嘉宾 他就是长宝华的长子 长青 作为常世相声的第三代 他为何没有此成副业 首次接受媒体访问的他 又将爆出相声家族 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个 我求证一下 我们导演说 两位是现在的 目前职业一位是 御用厨师 一位是金牌经纪人 我们导演 导演当时给长远打电话 说长老爷子有没有时间 那你得问我妈 太习惯了 我妈会查档期 说给老爷子安排 老爷子是这样吗 我介绍一下我这个儿子 我这个儿子 我就不让他干这行 他原来也想演相声 我觉得我们这一行 太难了 如果你要是真能够出人头地 简直是可能性不是太大 这样的话 我就劝他 最好 不要干我们这一行 这苦你受不了 因为我吃苦啊 怎么过来的 后来他就经商 他开的这个饭馆比较多 中餐西餐 多好呀 另外一个一看我们那么大岁数了 他宁肯把那个餐馆不干了 他就专门给我们两个做饭 好吃吗 好吃吗 奶辉你尝尝 作为常宝华夫妇的运用大厨 长子长青 每天都会根据老两口的要求 做出符合他们口贵的饭菜 除此之外 漆茶也是长青的日常工作之一 每天呢 看看鱼啊 养养花啊 你像我 我儿子做饭 什么都不用我 可是我也不能坐在那儿等吃口 我就有点磨磨生正的 干点家务花 虽然常宝华和傅田真 老人都已年过八旬 但是他们却紧随潮流 不服老 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 学会了上网 而且对游戏连连看 非常喜欢 这个游戏 也成为两位老人 共同的爱好 除了玩游戏 两位老人还分别有着各自的喜好 这不 吃吧午饭 长老爷子便给我们展示了 他收藏的那些宝贝 我的爱好研究各国的硬币 过去呢 讲着说 银元讲着大头和小头 可以介绍大头 小头的银元啊 看着长老爷子讲得津津有味 老太太可是有点着急了 这个摄像机为什么老不拍我呀 不行 我也得拿出点绝活来 写几个字 写四个字 写四个字 走 这次出去 咱们在福州 写过 这有个字 你们不数把下 自己也就感情 从17岁走入婚姻 张宝华已经和妻子 携手走过了60多个年头 或许正是这种 不辅导不较真的性格 成为了两位老人 长寿的秘诀 我们的精裁经纪人 这个公公在你心目中 是什么样一个人 对 评价一个 我就觉得 我就进了长期三十多年 我觉得我们娘俩特别好 人都说社会问题是婆媳吧 我跟我婆婆三多年 那车都是公公 我先说完婆婆 然后再说公公 我跟我婆婆没扮过一句嘴 没红过一次脸 你想我们婆妻都没有问题 那跟公公那更没有问题了 而且我爸就不止一次 而且不止跟一个人说过 我的儿媳妇不是子女 胜过子女 我这话记一辈子 所以 他们没拿我当儿媳妇 我自己也不拿自己当儿媳妇 我就觉得我就这么子女 没有 我们这里有一位神秘嘉宾的来爆料 神秘嘉宾跟我们这家的有关系吗 有没有 当然有关 来来来 我来看一下 长桂田 小蘑菇长宝坤的长子 长室相声第三代 曾拜相声名家赵佩如伟氏 并且与四叔长宝华大党 表演了许多筷子人口的相声段子 好在呢 他们这个演员很多 像李金斗啊 师傅干我都可以找他 来来来 谁 您找谁 我找李金斗谁 这谁找他 我告诉你 李金斗有超风的毛病 那我师傅给您找麻烦 我换一个 我换一个 不不不不不不 您随便也都换 不不不不不 我跟你说 您不能干这事啊 你绝对不能干这事了 人有脸说我皮 您这个身上土菜 不不不不 你个约别 我看你呢 你不能去 我去满河市 你去打分 那同行说你 脸上去 不不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父母见家 再叫那么回事 刚才你说过 对老太爷没儿子 我给打分这算怎么回事 对啊 老太爷 他什么儿子 这怎么意思啊 我们有词 什么词啊 如果大家问起来 老太爷生前没儿子 怎么来个儿子 是 我们就说呀 说什么 老太爷生前 有个外家 您是外家生的 您损不损不您 那姑娘在你挑啊 这女人 给我挑一双眼神 作为长宝华的侄子 长桂田在场外采访中 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50年代中期的时候 海正盟团到大连去慰问演出 慰问苏军 长宝华老师呢 我的四叔 他呢不但要演出 还担任了巨舞的工作 到那以后得联系这个场地的问题啊 桌椅的问题啊 进场的问题等等 诶 这叔需要椅子 我四叔找了一把椅子 找着苏联人 不会俄国话呀 这怎么办 诶 他会一句俄国话 哪句啊 别挤 别挤什么意思 五个 五就是别挤 他有主意 我乐队得需要25个椅子 他拿过一把椅子 往这一搁 嗯 一指那外国人 又指着这椅子 告诉他 你去给我找这椅子 这个国人 懂了 明白 嗯 变几 一个变几 五个 变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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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变几 二是不玩椅子 一会儿就拿来了 可能都难不倒您呀 哪个话我都能说两字 任语 可可你 就是在这里 少一点是可惜 阿那大哇就是你 叮好叮好 又是 对吧 俄语 德语 大大比亚大巴律师 我亲爱的同志 啊 萨吉斯 来请坐 有时候请他们吃烧烤 啊 耶西 啊耶西 这有吗 要不要 耶西 我要要要 是不是啊 英语 啊 这英语啊 英语就是 那很简单了 一是完二是图 来是看不去是够 你是有我帅 二人分别 长诗相声 第四的长远 长宝华的长尊 师从相声演员 施盛杰 长远啊 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 他很前奔 他很 应该说 很好学 另外我 值得心悦 这个孩子 不单缩像 他还演话剧 2009年 长远凭借在话剧 《索马里海盗》中的 出色表演 脱颖而出 儿子 儿子 这是我的儿子 儿子 你的出账 2012年 长远登上 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归的舞台 和灿民等 共同出演的小品 天网归归 谁给我的手机 打电话 您好 这里是商业银行 您的信用卡显示 一地消费八千元 您没有信用卡 那您有什么卡呢 好的 喂 你给我听好了 我在你女儿手上 不对 是你女儿在我手上 我不是你女婿 我没见过她呀 这你也做主 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那今天呢 我们也很高兴 请到了长远 我们掌声就请 哇 哇 今天你们的粉丝 好招呼啊 哇 很有人气啊 还有人带花来了 你先把花带来了 你先下去吧 来 给粉丝来个精力接触 来 谢谢 这款我吃的花叫永生 可以放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吧 又花了 可以放很长时间 您确定不是捐花吗 可以放那么久 这是 您尝尝吗 这也是新的 有质的那种鲜花 好 谢谢 今天超级访问真的特别的感谢 因为很难得啊 对对对 这次上春晚到了极省的时候 才告诉家里人的 最后通过了 第二天直播才告诉他们 确定要上号 为什么不提前告他们呢 因为我我怕出什么意外嘛 对 因为往年都会有 有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天 好的 你第一个告诉的谁 我妈 你当时什么心情 我当时挺高兴的 而且她特别在乎爷爷奶奶对她的感觉和感受 因为她一上完以后 她每次有一点点成绩先问我 妈 我爷爷高兴吗 我说高兴 奶奶高兴 我说高兴 我给爷爷争气了吧 我争气了 因为我就好 感情下意 那那个年初一的时候什么感受 睡的下午 因为三十晚上特别兴奋嘛 完事以后 春晚直播完事以后 春晚直播还不能走 还得先在下面看节目 对 直播完了以后就去采访了 去那个媒体啊 然后我是给她们在海南过的 在海南 然后给我姐打了电话 然后问她们看没看 我姐说看了 然后这个我爷爷是第一次知道我来电话 抢电话要跟我说话 说那个 哎 长远啊 那个我就告诉你三点 第一 作品很成功 第二 现场效果不错 第三 再接再厉 再见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大事 那么严肃啊 因为我们是一个文艺之家 什么你得奖了 我拿了奖牌了 这个对我们来说习语为常 但是那个我想老爷子 这个长江的第四代 在2012年的春晚演小品 没说相声会不会觉得有些遗憾呢 也没什么遗憾 但是他们真的长远啊 真的上过春晚说相声 是吗 长远 对对对 几岁 很早六岁半 六岁半 你又想你是怎么混进去的 我那时候 因为我学相声学得比较早 四岁 四岁多就开始跟爷爷学相声 四岁就学啊 对 因为基本上刚学会说话吧 他就让我学 因为我那会儿也不懂 是让我干嘛 让我说我就说呗 说完有吃的 就跟训小狗 然后后来就是说着说着 就跟我说上春晚 然后到了那以后 就看见了好多电视上 经常能见到的人 就跟他们合影 然后就在春晚说了 那年有谁啊 就合影的 哎呦 毛阿敏啊 韦威啊 对啊 那是刚出来 刚跟观众见面 也是龙年 88年 龙年呢 要不要看下长远88年的样子 看看这次万小样啊 我没有这些资料 看看这个大人 有大人的话 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 爷爷 哎 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适呢 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不行我给您说几句 你说几句 比如说那有吃的 那有吃的 爷爷 我吃那个 出了就张了吃东西 不吃 你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 说话不算货 还爷爷呢 爷爷 爷爷 您来了这几句 我 我来了这几句 我照样说 孙子 你吃那个 不吃 怎么出来就张了 吃东西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 你要不懂 你不 我要返老还童了 我弟的这个小孩 但我真不认为那就是你 那会儿太小了 我想不想长远 四岁半开始学 在这个学的过程中 你是如何跟爷爷求学的 爷爷对你严厉吗 今天 在超级访问的现场 希望你如实讲来 给你一个倾诉的机会 大大 常老师 不能利用家长之威 来否定 好吗 反正 奶您做这玩意儿 我想不想长远 四岁半开始学 在这个学的过程中 你是如何跟爷爷求学的 爷爷对你严厉吗 今天给你一个倾诉的机会 奶您做这玩意儿 从小我爷对我就特别严厉 因为是家里都是干这个的 而且是都是辈出人才 出来很多出来拔萃的人 所以就是我们的进步 一旦慢一点 我爷爷就会不满意 就是到从来没打过我 但是我爷爷对我们的那种教育 要比打还痛苦 不闹 就是挖苦讽刺 就是用语言来让你感觉 那个你该上进了 你该努力了 你差太远了 比如说说什么呢 以前是我跟我表弟搭档 然后我们俩每次回家以后 我爷爷就给我们看活 他觉得我们说的不行 站在那儿 我俩就站在那儿开始说 然后刚说两句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然后我爷爷就开始叫那狗 我们家养一狗叫Lisa 今天给您说段相声 来Lisa 就开始玩狗了 反正我真的想不起来 你们俩就一直得说 他就一直玩狗 对对对 平时不玩 就我们俩一给他看活 那你们俩啥心情啊 心情也沮丧 反正就这么多年 这几年就那么过来了 就给他们俩了的呢 我觉得特别好 这种教育方法特别好 真的有一天 你到大舞台上去 下面不笑不乐都无所谓 对对对 脸皮厚了 对啊 就是我真的讲 你看爷爷在那儿玩狗 我们都说下去了 对确实是这样 然后呢 请请问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教育方法 程老师 你一说你就玩狗 玩狗法 我学艺啊 说老实话 他们不知道也没有赶上 不知道比他们要苦多了 对 那时候我嘴 如果不清楚的话 那这俩腮帮子 能给你处漏了 另外拿那筷子 祸漏你的嘴 是不是 那这个 程老师批评您 最厉害的一次 最好的一次 讲一下 对 没事 你的撑腰 清华演出有一次 清华 那个讲堂吧 好像里边 就忘了 然后呢 也当然那天 他不太高兴 我奶奶新买一个皮毛 一体的大衣 刚一下车 哭 还哭了 那年特别流行 一大口子从这到这 然后我就感觉我爷爷 有点气不顺 然后进去开始演出 我那天好像还有点笑场了 我记得 因为我爷爷吧 他平时戴假牙 然后有时候呢 上台嘴唇一干 就粘在牙上了 这么一寸就给戴下来了 然后他再往回弄 然后我就 就有点憋不住了 然后就稍微 心情有点变化 他看出来可能 然后下了台以后 到后台围着好多人 当时好多演员什么的 然后他就是 就直接就 就破口大骂 就不带脏字 就开始嚷嚷 就开始说我什么 你这说的根本就不叫相声 什么说了 说了得有一刻钟吧 然后开车回家 到家我就倒头 我就那什么了 睡了 反正是掉了几滴眼泪 那妈妈爸爸 怎么看这问题呢 一般不算 你们有没有说 其实没必要学这个 或者怎么样 宽松 凭他自己 我没有要求 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去做 那你在这过程中 恨过爷爷吗 我没敢 我怕他就这样 因为我知道 这是对我好吗 我家就反正就是 奶奶和我妈 就是我的庇护伞 就有点什么事 都是跟我奶跟我妈说 然后全家可能是 鼓励我的 就是奶奶和我妈 就就画平了嘛 我爷爷说我 然后奶奶和我妈 在鼓励我 平衡了 等于我就 我就不会太骄傲 或者太气馁 就等于平衡了 今天这样吧 那个长老爷子在现场 就把你在外面 就是这么多年来 有些比较有趣的故事 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不好 其实他也经历过很多 我爷爷 他原来老告诉我嘛 就是说那个 你排练永远不如在舞台上 舞台是历练你最好的地方 然后我后来那会儿 上取校的时候吧 上取校应该是 98年 上到第二年的时候 然后我就开始 勤工俭学 然后我也不想回家 然后他就 我就跟他说 我在外面有演出 但是他也不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演 那会儿是各种的演出 全都演过 就只要能 能让我们去演的地儿 我就去演 喜遇中心 有时候演着演着 还往下轰 但是我都习惯了 给我们讲讲 往下轰是什么回事 就是一上去就开始 下去 我说这怎么了 我就继续说呗 下去 就还轰 你看爷爷对你的心恋管用了吧 对管用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继续说 等说完以后 咔鞠躬下台 赶紧赶紧的 还是往下轰 因为第二个节目是热舞 小姑娘 咔特别凉快 还干过什么 还有这个 我们还有一次 三十晚上我也没回家 也是去跑场去了 演着演着就 那会儿是基本一场演出 连着一场 一晚上能跑个四五个场吧 然后演到一个地儿 给我们拉到一个农村那种地儿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进那个夜店 就是那会儿叫Disco 然后我 第一听你没说起 对啊 然后我说我是相声演员 拉我来这干嘛 我一进去 里边人家就 嗨嗨嗨 特别嗨 然后男的全都身上 前面油画 后面水墨画 这胳膊上全是大画什么的 然后女孩脸上钉子 各种颜色的脑袋 嗨嗨嗨 突然咔就静了 那我第一次见到夜店里咔 大灯就亮了 下面曾经欣赏一段镜上啊 太穿越了 我跟我那搭子就上去了 底下人咔吊烟各种 然后我们俩就说 从来没出过那么多憨 然后以后刚一下来 然后又开始嗨嗨嗨又嗨 问题是你们俩上去说的时候 下面的什么感觉 下面就没人听 人家可能也是喝得有点高兴了 你马上站俩人就站着 我脸说完再继续玩 我觉得这特黑色幽默 那你当时什么心态呢 出去来去做这些事情 当时就是为了能多演出 多实践 然后争取那个 我就是能演到少让爷爷说我 就行 妈妈当时知道这些事吗 对 我今儿刚听他说 他不知道我在哪演 我们都不知道他这些事 我就跟他说是演出 他报喜不报忧 你有没有饿 就是因为采访很多人没有钱 但你是北京孩子 是不是在钱上从来没有担忧过 没钱的时候喝汽水 管用吗 我倒是也没过过太苦的日子 因为我朋友特别多 他们有时候愿意请我 也有过 就是刚到团里当学员的时候 因为那会儿工资特别低 是一个月好像四百多的工资 然后我们几个小孩 就全是说相声的 也没机会上台 因为是太年轻 舞台经验少 然后天天就是出去 到哪演出就是装台 就是干体力活 然后有的赶上那种 稍微的舞台不好一点的 它那个像这种升降杆 应该全是电杆 我们那会儿就全是自己人力拉 然后我就被那个杆带上去过 就是老演员 老的那个舞美队员 就说那常员你先帮我顿着 我就哎就上了 那会儿非常 一个灯那么大个 就站在那个面光的那个面光室 往上顿一个人 一桩桩的五六点 早上起来 某种程度看 常语老师的教育是成功的 成功的 就是 是吧 常语老师 您后悔吗 对他那么严厉 不后悔 以后还这样 你是不是特怕你 我特别怕 想着你那种怕的感觉 就是经常我给家里打电话 我爷现在好多了 就是以前我上中专那会儿 给家 他也不待见我那会儿 然后我一给家里打电话 我爷还特爱抢电话 我一打他就接 就是一般刚想异事 但他就接了 然后那个 喂 找谁 爷 我长远 怎么了 没事 再见 交流特别短子 他一接电话 我就忘了要什么事 再见 他有爷爷恐惧症 你别说他是 刚才提到到哪儿去演出 是不是有点尴尬局面的 我还第一次听说 他从来不到家说 他不说 他总是报喜不报忧 我呀 我觉得长远 从小时候 也可能我偏心 我怎么看怎么好 我怎么看怎么爱 我觉得你啊 他感恩吧 是 对 有一个严厉的爷爷 有一个慈祥的奶奶 对 有一个有一对 真的我觉得特别能够在自己的决策中 做游刃有余的爸爸妈妈 你看这爸爸妈妈特明白 对 但也是很决策 我爸跟我妈也是互补 我平时也是有事跟我妈说 我八卦一下 听说你十月份要结婚了 真的假的 是吧 对 这是一大事啊 然后咱们可得把厨子请好呀 请那两万四的 那个长远很孝顺 因为我听导演说 今天是奶奶还是妈妈 穿的衣服是长远买的 香料 从国外给我买的 你挑 就跟小孩一样 就是你偶尔 制造一些小经纪他们会心情特别好 这样就延年益寿 你怎么没给爷爷买过呀 我给爷爷买 爷买 爷买 爷爷今天没煮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抑制这个物质的东西 我需要精神上的东西 对 有的家里呢 就是反正我觉得您看 长寿 身体健康 儿孙满堂 我觉得 家何万事行 就特别值得 金龟子刘淳燕做客超级访问 好看哦 搭档团队起亮相 轮番爆料 状况不断 碰到谁都喜欢模仿 模仿赵本山啊 或者是小沈阳啊 这个最会模仿的 应该是现在当红的一个偶像组合 叫凤凰传奇 来啊 刘淳燕首度挑战 大尺度穿着 会有怎样惊人效果 这个裙子这样一看见 我觉得这小子是你是我妈 我是你妈 我也穿不了这么短的裙子呀 貌似反差最大的夫妻 生活中 刘淳燕和王宁 如何和鞋互铺 那个鞋没有给他准备好 早上起来的时候 登了一只红皮鞋 一只黑皮鞋 然后擦着黑就去上班了 到了眼波 说一看 呀 什么什么 两个傻 回来的时候骑车 接到有人说 诶 出车牌里的大猫 身为孩子王 他在和自己女儿的相处中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困惑 他现在比如说 晚上有的时候跟我说话呀 有点冲 我就受不了了 我说妈妈 你不能这样跟妈妈说话 妈就老说 我跟他说话态度不好 可能本来想这么做 他这么一说我就不这么多 偏跟他反正来 跟他相处真的挺难的 一切精彩 竟在下期超级访问 你最后来一个幸福大合影 好不好 我们有请 来来来 全家到中间 你就站到这儿好不好 来 好 谢谢 大家如果跟我互动留言的话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超级访问的微博 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 乐风网的超级访问专区 来一起留言互动 今天观众还会得到我们的 敬家大礼包 还有戴军签名的新书 性情男女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次祝常老师一家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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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回去超级访问唱功 谢谢 谢谢